參賽小朋友一點都不確場 不僅說出一口流利又標準的英語 而且搭配手腳動作以及臉部的表情 可以說是唱作居家 非常生動活潑 精采的英語說故事演說 讓評審印象深刻 這是宜蘭福倫社今天在以黎明國小 舉辦第十九屆福倫碑英文說故事比賽 吸引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喜愛英語 總共108位小朋友報名參加 藉此推廣英語繪畫 讓小朋友勇敢說英文 來提升英語能力以及水平 宜蘭福倫的英語故事比賽 已邁入第十九屆本次比賽 成為各學校持生及家長的熱情參與 本次 看見了美會小朋友 十分精采生動的表演 各位表現可欠可憐 對於評審來說 每位同學精采的表現 他們要提出前五名 是也困難的 我們一般這個英文的比賽 最重要的就是縮減我們成像的一個差距 就跟外流的世界的一個相差 那我們不認真長期待 做我們的公平流道 以及一個這一個英文比賽的一個 第十九屆本次 所以他們熱心在我們家裡的事業上 非常感謝 今天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 除了援助 而且還以十九屆的說英文文書 才是第十五屆本 那教育基金頒勝的獎勵金也二十五年了 而且他們對教育真的是向下融合 這是我們的工作人 一直以來努力重視我們的小朋友 另外 依然服務人社也頒發 第二十五屆獎助學金 加會三十七位同學 第二十五屆教育基金會的捐助儀式 那獎勢級的頒助儀式 對各位同學的鼓勵 也是對你們鼓勵 認真選擇的肯定 希望我們在求學的路上 能夠更加堅定的向前期 同時宜蘭服務人社也捐助五萬元 作為黎明國小國樂社學習經費 完成小朋友圓夢助學計畫 希望他們成為台灣國樂的總統 以致未來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